这是我在成都最喜欢的一个小区 天府花园 我搬到这个小区已经是小学的五年级了 在这个小区 这很舒服的 很舒服 那个时候这个小区是最好的一个小区 1994年 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小平南巡两年之后 这叫贝磊社区是吧 它这个小社区叫贝磊社区 整个大的地方是玉林小区 这条街上有无数的串串箱 有无数的盲人按摩 家家都有生意 这两个搭配什么奖头 成都人他有点钱 他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吃完火锅他们就去按摩了 不存在什么 对这个搭配好好 说你赚的多赚的少 多有多消费 少有少消费 我们都能享受 因为还有一个书店 对看到了 什么都有 是不是还有一些老板 应该是看着你长大跑来跑去的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有些都发达了 都撤了 是不 就各种吃的 你可以找到各种吃 我是典型的成都女孩 就是五香嘴 我们讲 就是馋 就是东吃一口 西吃一口 这叫五香嘴 当地人叫 对 我们就叫五香嘴 就是那种 走到哪吃到哪 这其实是一个当时说的一个 有点贬义词 五香嘴 现在觉得挺好的 因为现在吃货比平反了 这服饭机我华南牌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用的 好像用过这种 这个真的很好 对啊 变名摊 你还有这种摊 挺美好的 这种摊挺美好的 现在北京国贸 改条裤子都200多 还黑了 是啊 你看还有这种 这我都好久没见到这种东西了 弹棉花的是吧 放被子里的 就自己打被子嘛 很便宜 私棉是55元一场 你想过吧 如果一直在长大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 没有 我只想过如果我留在美国我不回来 那个是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然后是初几要去什么去美国 初三 初三是吧 你知道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想想 小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美国我就挺想出国的 一个成都也就只有一个百货厂厂 一个百货厂厂也就一两条那种好看的裙子 可那个时候去美国的话 哇 他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 你看东西可多了 我觉得我一下就被资本主义给震住了 然后就觉得不是 我觉得美国太好了 特别想去 所以我知道能去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可是去了三个月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我在家里 是不是就一个中国女孩那时候 就我一个 中国学生 就我一个 对 完全找不到同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文化的那种孤立感 我记得第一所学校有一次formal dinner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问说你们是不是还是吃粗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嘲笑他们 因为你自己本来感觉很弱势嘛 英文又不太好 然后也不会像美国女孩那么会social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 awkward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完了还被问这种问题 你知道那种感觉特难受 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 13年 很压抑 最主要是孤独感 你现在让我再去美国生活 我觉得我待不了一周吧 我不行 我真的是喜欢热闹 所以当时就想不会在美国留下来读大学 我不要 所以其实家里还是比较不太开心 觉得给你找了这么好的机会 人家都好好的在美国 多有面子 但是你又不珍惜 爸爸怎么安慰你呢 他不安慰我 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当然很生气 没有安慰我 回来什么打算再回到中国 回来我就想回成都玩 成都多好 后来我爸就跟我说 你不能待在成都 只能北京上海 你选一个地方去读大学 一开始是北大吗 还是去 没有 外交学院 很小的学校 我一下飞机以后 然后自己打车到学校什么的 我觉得司机一路都在骂我 你问他什么事 他都挑着回你一句 下车的时候我抽了100块钱 我扔给他 我说师傅 我说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没有必要骂我 以后不用找了 就走了 还不用找了 真是便宜的 我其实就挺不适应北方人说话的这种方式 我冲 那种愣 冲 特别冲 但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你都已经失败的从美国撤回来了 北京如果这一站再撤的话你就完了 那我一定要在北京好好的 扎扎实实 交几个朋友 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北京 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北京 你是大概2003年开始进入集团的 对 决定进入之前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呢 那时候 吃喝玩乐的 对 开过卖这种首饰的小店 什么还有餐厅 就在成都的春夕路上 对 骨子里面有做一个漂亮的老板娘 拿把刀 火锅稀释什么这些刀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那种比较美一点的东西 因为爱美 对 那个持续多久 可能是三年 三年的样子 很好玩 所以那三年时间为什么结束呢 为什么不继续呢 当然了 我觉得我爸也对我形成了这个 就是他设计了很多这种坑嘛 对 因为他一直还是希望能够让你回去 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他看来 因为以前我不是自己还想去这个唱歌啊 什么的 然后爸也打击我嘛 我还说 你会唱歌里面 你不是长得漂亮的 长得漂亮 你也不是会唱歌的 长得爹着 是啊 他说那个你唯一能成功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你有个我这样的爸爸 我说那你不能资助我吗 他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不能资助你 然后我就三天没理他 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非常会唱歌的人 我才发现自己 其实不太接受 差事有多大 不过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好说的 你是做商业里面唱歌唱最好的 我是卡拉OK里面的好选手 对啊 我是卡拉OK选手里面最敬业的 你最拿手是那首歌 没有拿手都行 我发现你谈这些事比谈故事管理要兴奋多了 那是那是 成都的那种 它那种美就是不做做的 然后还是很有娱乐精神 跟那个要高兴 对 其实在这儿成长的人的感觉就会很安心 很那种很放松人 对啊 对 我们要更洒脱一点 我觉得 更放松一点 更放松一点 对 你看这个牛吧 这个麻将管挺牛的吧 特别好 咱们坐在打一句 来 从一哈 你会吗 我不会 但我觉得好有手感 果然十三腰 谁能帮我拍一个照好吗 你要摆一个特别像赌神的姿势 拿张牌你得 对 你还在看牌 还很会演吗 谢谢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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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号 好 好逗啊 人家这房子的感觉挺好 他都不是那种做就我的那种感觉 你看你看 我跟我老公回来 他就就喜欢找这种地方 这个是原来的一点没变 前春夕路到了晚上斗云夜市 为前开这种店的 然后所有的这帮时尚人士们 基本上就基于这个点 和德克市那个点 中间会穿梭嘛 那是小菜妹吗 你这样子大班的 开酒吧小菜妹 还好 应该是属于他们跟我的外号是时尚先锋 哇 时尚那个疯 疯狂的疯 疯子的疯 对 还没有 还没有时尚先锋了 哇 你这还很感慨吧 你碰到这 当然了 所有的记忆都浮现了吧 那些不靠谱男生都浮现了吧 哎呀 傻的腰啊 自己也不多 没有多考虎 关键 就是这家店 对不起 已经变成雀丸箱了 就这个地方是吧 以前没有那么大 我只有这个的 就这么多吧 这是三个呢 从这到这 你知道我们这一多么像这个 像那上面字吗 那个 你知道的太多了 是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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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是人物由在 这个景色全杯了 对 倒过来了 所以现在时代 就这个环境变得太 人面不知何处去 小店依旧笑春风是吧 对呀 而且人家这个还开串箱了 就在这 走吧 我们往这个新时代走 流水多少 那个月的时候 记得吗 我有售高的时候 一天就能卖一万 很多 我可以啊 谢谢 可以的 可以多多的有 对对对 特喜欢人家夸我 我老跟人说 我说特别想夸我 人家夸我越鼓励边 就我就说 但如果说 后面没有家族的 已经的平台 你觉得你会折腾成什么样呢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盖尔艺术什么的 哈哈哈哈 会变成一个开了几十家连锁店的小店的这种首饰店吗 会这样吗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可能还会搞点更有创意类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这种东西点子创意啊 然后能够付出实现啊 往这方面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还是需要有partner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种好像 特别典型的生意人 企业家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有partner 什么情况 那我们就不拍了 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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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开会是吗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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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边坐会就好 从医疗大健康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三连的投资规划的应该是钢药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医院进行一个收银购 将它迅速实现一个规模的累积 和一个投资效益的进行 定位的 定位的 这个放到大专科小综合的这种医院 但是你这个综合型的话 你对于体系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你的这个体系的支持的话 就必须要跟这个 那本质上面相当于优势我们去硬件他们去软件了 所以理由这个东西还没有技术迭代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在强调自己这个IP的一些建设呀 或者说内容的内容产业的一些服务 对对对 这些是对我们来说 而且我觉得你建立了IP的一种还是要精准的去投放 这种托管的模式 我们的壁垒在哪里呢 就我们可以做别人也可以做 但你的这个核心最后还是要锁定在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你的利益分费上面吗 那比如说你说像以前父亲 你父亲早上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企业包括这个行业 它是follow日本怎么样 欧洲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 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么30年这么一个长的历史 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 就它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种对公司的认同感吗 还是什么 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别人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 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 当我去梳理过去30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历史给到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 或者是政策有一些好的民企业的这种一些开放口说我们都踩到了这个这个点 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反过来想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这帮人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退缩过 第二个他一定非常相信这个外部的环境 他不会变 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去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 相信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话 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他们会把神化了 但事实上在我看到都是特别朴实最内里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都最简单了 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30年会一直很好增长吗 市场会怎样 对你来说呢因为现在的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也是包全球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未来这些10年吧 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互联网还有移动互联确实它是一个时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 你就在节骨眼上了 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 同时它也是机会 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肯定是有技术能力人去引领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 有些行业快一点 有些行业慢一点 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 甚至更重要的 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这些行业的时候 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不要怕 坚定的去改 好事好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 当地去销售 它没有说我拿这里资源卖到外面去 而且它是一个很民生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他们那会打仗 打仗也是要吃东西嘛 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 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 包括你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 别人问你是不是还吃粗盐 那时候中国是个形象 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 然后你们是去了要地方买各种东西 中国要去开场干嘛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 我们的时候到了 土豪 对就是一代人 这种非常的dramatic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 你知道吗 小丫头的那种感觉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你每次出国 哇塞全是中国人在购买 买买买 哪哪海关都说中文 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这都是很明显的 这都是很明显的 我英文也说的办好不好的 然后还能用我这个办好不好的英文 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 哎呀我觉得感觉可好 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 对 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 包括合作伙伴 包括谈判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 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从小 就是听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 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 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于这些东西已经有天然的包容性 比起上一代来讲 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 我自己就是个四不像我觉得 老白很喜欢我呀 觉得我很西化 沟通很直接简单 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 我跟他妈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四不像不也挺好的 包括比如说你父亲创业的时候 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 比较差别不大的 到你这代人的区别巨大无比了 是在那个塔尖上最顶 对塔尖那批人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对你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 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他说我回过头来想 他说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说穷 但大家都穷 一平二洗的 再辛苦 当然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 因为没有差距 他说你看你们这代人 环境完全不一样 条件完全不一样 你们的竞争多厉害 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 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吗 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 可能奋斗好多年 在那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的敏感 就到领导岗位上 我就觉得了 我最怕 我心虚的就这点 就别人来跟我说 说你对于薪酬 比如分钱 年底要分钱了 对吧 谁应该多一点 谁应该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 这个工作的表现 但你再下一级的人 他们的需求 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 你就觉得踩不到底 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 这个年龄的人 他最需要什么 比如对你现在一个 你自己个人 比如你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这样的公司负责人 然后你也是个文艺青年 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 让你最忧虑的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 肯定每个人 那林圣女 公司女生特多是吧 我看着好像一圈 没有 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有知识 没有常识的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 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家都很能说会到 但是真正的在实践的时候 就演高于首 然后就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 就不能够 就是你会说 但你会不会做 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 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教育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 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 我原来有 我原来有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 我自己个人认为 我自己还算好 因为我从小家里会比较在意劳动 这个事 你就数鸡蛋 你也得干活 出门你背包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 做这个慈善 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 帮大家做白内障手术 我连续去了好几年 他说你看 像这样的事 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体会 我说我也不是 你做这样一些事情 不仅仅是说 你是体会一种没有前人的生活 或者说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 我觉得不那么单纯 我打那个杂工 因为我们做志愿者 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 最后一粒手术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粒 后面还排了一堆人 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 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 有的是很远之外 骑着马出来的年轻人 你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 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 它绝对是多维度的 觉得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纪 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架这些 我认为不是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发心 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 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 了解人民的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 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 循运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 而且这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 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 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 哎呦 看这些调料就很开心 是啊 你们这香啊 它是崇州的小吃吧 然后呢 以前是开在青石桥 青石桥是我爸那块 他们刚刚创业养鹌鹑 然后我奶奶就在青石桥这个地方 去开了一个铺子去经销这些鹌鹑蛋 然后我妈跟我爸谈恋爱了 就来见我奶奶 见了我奶奶当时又看了我妈了 然后就是带她吃鸳鸯 我妈是个东北人 根本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然后她就觉得哇 好神奇 有一种东西叫鸳鸯 后来是我在想 我奶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每次我妈去就带她去吃鸳鸯 把东北公园给诱惑到家里了 怪偏了 我奶奶喜欢我妈妈 对啊 就是那种嘛 就都看上她了嘛 就老是带她去吃这个 而这种东西确实很特别 它的桥面不新鲜压 它没有那个味儿 所以真的是挺unique的 好 哇 这看着就好香 太牛肉了 这看着就好吃 我先吃后这笋 我觉得看着笋好好吃 你看鸳鸯 一半面 一半粉 然后它都是自己压的 嗯 好吃 嗯 好吃 嗯 嗯 牛逼 这个就是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收的一个总部 嗯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完全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嗯 哎呀 这个地方我的记忆就特别特别多了 嗯 因为我们就是寒暑假的 基本上就住这边 然后我们家就在上面有几间房子 我一般都走这儿 呵呵呵 然后我跟奶奶就常坐在这儿 她教我下上旗就在这个这个地方 就我奶奶的房间完全没变 就这样 这里会有很多的相片 有一些是他们90年那个时候去美国 学习这个现代农业是 呃 怎么样的 然后去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啊 我小时候居然有一张 我的妈呀 我小时候生日会 4月2号 你看 你看 看一下 快快快 到亮点的地方 欢迎去 欢迎去 居然惊险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 居然在这儿有 你看得出来 这张 我爸就从小就比较在意我能不能够组织小朋友 那小孩比较好说说有蛋糕吃的就都来了 但我爸就很在意我去做团建那种工作 对 哎呀 没想到在这儿找这张照片 好多了 就我爸我妈就在这儿照了 哇 永逸照 嗯 所有成功性都基于人性的 都基于人性的弱点的 但管理也是基于人的弱点的 是吧 必须要面对人的弱点这一面 而且 那就对人说 善于利用吗 对啊 善于利用 那对你来说这个东西 难 难吗 不嫩吗 管理的话我觉得很多就是要基于人性跟组织的 嗯 这东西比较高级 我觉得 当然我还得学了 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会不那么让人让自己舒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要理解它的弱点 而且有时候甚至要利用这些弱点 嗯 这会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道德上的这种感不舒服的感觉吗 不会 一开始 我就不会 嗯 跟你的目的很有关系 嗯 你这就像我什么目的 嗯 只要你目的最后是站得住的 我觉得还是就事论事的 嗯 我觉得还好 我就不会 这只是技巧而已 嗯 这只是技巧而已 嗯 首先你的目的得正 嗯 嗯 你刚才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 那最挣扎的时段是哪一段呢 开小店的时候吗 还是 可能那段时间最挣扎 嗯 我一直就是对自己 我老反用自己 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十字考出来 还是父母给你的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反而我挣扎很多的 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的 我觉得很多父母太强大了 你根本就找不到自我 根本不知道今天这个决定是 你受他们的影响来的 是他们的决定还是自己的决定 你会忍不住的想去问他 你分不出哪个是自己哪个他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 你老觉得 你把不住有一天 抱抱抱抱抱 如果不能给你做决定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独立的时候 你能不能这样 这个是我 我一直来反过来 去要求自己 跟自己对话最多的一个内容 嗯 现在还在是在对这种对话吗 有 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没那么多了 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多 积累出来了不一样的东西了 因为你不勇敢的走出去去试的话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你见识你自己 那你觉得那会儿 比如你不开店 然后借这个班 有被决定的那个成分吗 嗯 我觉得我妈有辅助作用 其实我还是很犹豫 因为 我觉得 我会不会没有我的自我 会不会笼罩在一个 很伟大的人 的阴影里面 这是我最不傻的嘛 实际上 我妈其实也劝过我 她说你要换个角度来思考 你从小 住校 然后出国 出国回来以后在外地工作 你爸爸 在你小时候创业 在家时间本来不多 他说你现在如果还在外面工作的话 我们这家人 相处陪伴的时间就太少了 你如果现在回来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公司当家 当做一种跟他相处的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家 在陪伴这个角度上 可以秩序很好的延迟下去 为什么不好呢 你去补偿你自己 缺失的那些楼梁 我觉得这段话 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我觉得我妈超有智慧的 只有在这一点 换一个角度看事情 但中国就我们这代 跟父母之间关系都是普遍不好的嘛 普遍是紧张的嘛 他们不愿意去 都彼此都不好 都不愿意理解对方 你们家是挺意外的我觉得 我们家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们家其实在教育方式上面 是非常开放的 我妈会不停的教育我爸说 你要去表达对女儿的爱 我爸一开始说 我爱你的时候 是在我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爸一次特别生意 你知道吗 都跟大手 就那种说 然后我也觉得很个色 但是我知道 她是被我妈逼着要去表达 我真的我不知道说这个 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怪 但是我真的觉得表达 特别特别重要 我觉得我福气很重 是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懂得 家庭里面爱的表达 有多么的重要 真的是 我发现这集主要是一教育节目 关于怎么样的 我觉得太牛逼 我觉得太喜欢你爸你妈了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我太喜欢他们了 他们真的是很少见这样的父母